大家好我是湯姆 今天這個暗黑復仇者3又有一個小的補丁喔 那我這次來帶大家看一下這次補丁裡面有哪些東西 那有一些如果漏掉的話大家也可以幫我在留言下面做一個補充 那今天的話主要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實裝的部分他又出了一套新的 那因為像上次出的那個實裝來講其實他是從那個新馬騎英雄傳的英雄的這個造型 他把他搬過來這個暗黑復仇者3 那因此他這次的這個實裝是不是又是從哪一個 遊戲搬過來的這個我就不得而知了 就玩的比較少 那所以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這次的這個服裝 這次服裝的話也是有三件 主要就是第一個就是他的那個髮型 就是紅色的這個頭髮是他的其中第一個 那另外就是衣服的部分 衣服這次做的也是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當然一樣他也是走一個小肉性感的這個路線 這個是衣服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武器 武器他這次又 那個上一次也是有出武器 這次又出了一把武器 所以這個武器他現在也是有出了兩到三個 三個的 這種造型的武器 這樣子 那這個是主要這次實裝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來大家看 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實裝的話他加了些什麼能力值 那這個現在這個 實裝的顏色是他本來的一個 顏色 那我這邊我是 還沒有去做一個染色 那我們來看實裝的部分 實裝的話在 武器的話他一樣 是跟上一次這個 星馬騎英雄的這個造型 他這次跟 之前是完全加一樣能力 就是5000點的這個暴擊的機率 但是在這邊這個暴擊機率 他是一個數值 那 我也是覺得還蠻奇怪的 因為打開這個 人物介面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有一個 123 4 第3跟第4行 他兩個 我用那個Google翻譯的話 他兩個都是叫做暴擊的一個機率 那不知道為什麼第1個是有個數值 那第2個的話是一個這個趴數 那 應該是趴數這個比較準 因為數值的話 我剛剛有把一些 加趴數的這個拿掉 他其實 第三項的數值還是很高 但是他趴數其實就 已經下降到3趴左右 所以 好像這個數值也不是 直接反映到下面的這個趴數的 去做一個比例的換算 所以這個部分 我也是覺得還蠻好奇的 那不知道有沒有 精通韓文的朋友 可以告訴我們 他這個 第3跟第4這兩個 到底是 都是跟暴擊的一個機會有關 那他的一個差異在哪裡 那在衣服的部分 他一樣就是多一個暴擊傷害 加一個7趴 這個是 就是收集這個服裝就會有的一個能力值 那在頭髮的 頭就是這個髮型的部分 他是有一個那個防禦穿透的一個 加多一個3%這樣子 那 在時裝的話 他這次主要就是有 多這一套的這個時裝 那另外的話 在補丁的部分 他還有在 有開啟一些這個活動 就是在你的這個挑戰復活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有多了 三個的這個 就是一個現實的活動 那首先我們看第1個 這個 這個的話 他是一個聖誕節的一個前置的活動 你每天都可以進來打 那你得到這個聖誕節的一個禮盒 戰力要求只要20萬 所以應該是很容易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種活動的任務 他戰力應該是不會要求太高 這樣大家才有辦法都參與到 這很快就打完了 這一天就只能打一次 那我們看一下他這個禮物盒裡有什麼 跳太快 看看 應該是錢吧 這邊這個 來不及翻譯 這個禮物盒是可以每天去打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看他還有什麼其他的活動的那個任務 這個也是活動任務 就是最近才開的一個活動任務 不過他裡面打的這個 怪物跟這個 王應該是差不多啦 跟之前開的這個 是一樣 應該就是有多開了 讓你可以多收集一些資源 這樣子 這個 250萬的 就可以過來打 一天也只能打一次 他這邊有講到好像是穿哪一個 服裝還是什麼 他會有 額外的這個獎勵 剛剛有沒有拿到額外獎勵 沒仔細看 那一樣 這個也是一天打 多開放一次的這個 副本 看起來這個 像這邊就有得到額外的這個寶箱 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時裝有關 就是他有指定要穿某些時裝進去 服裝進去的話是可以 得到額外獎勵 這樣子 那其實這次開的這個 特 特殊的這個 挑戰關卡其實都比一般的 會簡單一點 戰力應該是不用要求那麼高 那目前的話這次的 改版 就是應該說這次的小補丁就是先介紹到這邊 那另外就是推薦說這個 就是戰力能夠盡量先衝上來 那 裝備的話就是也不要求到兩個家 那就是先收集到一個家的這個裝備 就可以 我們看這邊就是他這個最後 你 超越的這個 等級都是可以再做一個轉移 就是你先把 戰力衝上來才可以去打這些 副本 那最後如果你有收集到 像這個 兩個家的這個裝備的話 等到有湊到整套的話再把它轉移過去 這樣就可以 那這個是 今天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這個 補丁的這個介紹 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